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旭月谈的IMT即刻片,今天是二二年的11月10号,星期四 我们继续昨天就二二年非准备的技术应用高级研修班 我们聘请的国内的IMT领域的资深专家 来通过介绍这些位咨询专家,收课专家 那么是大家对这个领域以及发展有所更深的了解 那么昨天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阮尼老师通过多年的不懈的努力 包括和区业公司IMT技术团队 这种可以说是无数次的这种密切的这种沟通 才能够做到这个十几年吧 摩一件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那么这些个沟通 从实验的设计到设备到数据分析测试业等等 包括和我个人之间的这种跨洋的这种沟通 才成就了阮尼老师这么多年的努力 终于结出了这个硕果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阮尼老师和他们的团队 所做出的一些出色的工作 比如说这是2016年阮尼老师他们在Scientific report上面 利用IMT揭示了这个茶树 它的根部所体现出的对于氨根离子和硝酸根离子 它对两种不同的碳源的这种吸收的这种特征 茶树虽然是咱们国家 也是世界重要重要的一种作物 但是真正他的施肥等等培育培养 实际上还有很多有待于科学家去解决的前沿的问题 那么阮尼老师和他的这个课题组 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一些突出的一些贡献 那么这篇文章的结论主要是三点 那么第一点 阮尼老师他们证明的茶树根 他偏好这个氨根离子 其实挺有意思 就跟人不同人 他也有有人喜欢吃大米 有人喜欢吃馒头 这茶树根他偏爱氨根离子 那么硝酸根的存在 与此同时 他们证明呢 硝酸根的存在对于氨根离子的这个吸收 具有负面的影响 与此同时呢 那么氨根离子的存在呢 却对硝酸根的离子的吸收呢 有这个正面的 这个可以说是促进作用 那么我呢 从一个技术这个角度 一个技术的这个 发明者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从我的角度 更多的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在不同的领域的应用 比如茶树 那么本身他面临的这个困难 更多的是什么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 就是这点是还是相当的 这个挑战性还是蛮大的 那么在这方面呢 比如说在就在这个试验里 任理老师他们呢 每一次的这个试验 每一个这个处理都做了不少于六个的 这个重复 六个重复 而且这个在每个重复里呢 有不少于七十个这个测量点 就是时间的这个测量点 这个工作量实际上是相当的大的 包括昨天 为什么任理老师说 我们这个材料一个大 另外一个 是吧 这个因为前人没有做过这个茶树 那么需要做很多很多的重复 那么要总来北京做 那么挑战自然是很大 所以在这方面还是很艰苦 也很艰难 特别是在试验条件的摸索方面 我们知道有一个新技术是一回事 这个技术是否适合你的研究体系 你的研究材料 你的研究方向和你感兴趣的科学问题 这是一个 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台阶需要跨越 而且这方面的摸索 因为没有 刚才说的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 所以他的这个摸索的过程 是有的时候是相当困难的 而且这里边也有运气的成分 说实在的也有运气的成分 不仅是需要顽强的毅力和意志 也需要一定的运气 那么在这块 所以软力老师本身 这个还是很值得让人敬佩的 在这方面 那么从技术的角度 那么顺时的处理 特别是活体 是非常微测技术的一个优势 那么如何用到自己 合理的 巧妙的 聪明的 这个运用到自己的研究课题里 那么这块呢 软力老师他们 就是来 这个通过 这样顺时的加入 这个消息根 对不起 顺时的加入这个暗根粒子 但是呢 这两种处理是什么呢 分别是在有消息根粒子和没有 这个消息根粒子的这个溶液 这个处理条件下 顺时的加入这个暗根粒子来观测它 吸收这个暗根粒子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就是非常巧妙的应用了 飞塞尔维特技术的这个顺时的 实时可以检测的 这种技术特色 从而被他们的这个结论 就是说在消息根存在的情况下 那么对于暗根粒子的吸收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 对于最终 阐明这个这个他们要达到的对于无论是理论还是生产时间的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种应用创新的这种思路非常的重要 而这方面呢 软利研究员呢 做的是从我们技术的角度做的相当的这个出色 那么最后这个反映到机制方面 因为咱们飞塞尔维特技术 它作为一个是吧 活体啊等等这些个 特别是离子分子的稳态 一方面如果我们搞清了这些个离子分子的这个运输 一方面就是在机制和机理 特别是生理的机理方面 会这个做出比较大的这个发现啊 或者甚至是贡献啊 因为你搞清楚他的机理啊 那种机制的阐明啊 是我认为软利老师他们就深刻的理解了飞塞尔维特技术在这方面的这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阐明他的这个机制 因此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呢 也是把这个啊 消散根吸收和氨根吸收 他们相互可能的这种作用的机制 相互影响啊 相互作用的这个机制啊 加以阐述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充分的理解和这个把握住了费塞尔维特技术 他的这个技术的这种啊 精华吧 啊 也因此能够这个发表这么出色的啊 这个科研的文章和工作 好啊 那么我们知道当机制阐明以后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把它比如说应用于生产实践 那么特别是这个十八大以来吧 给科研人员提的任务 就是说是吧 把科研的工作写在祖国的大地 实际上就是强调应用嘛 所以在这方面 那么 软利老师他们这篇文章实际上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说 如何有效施肥 特别是对于查数啊 如何有效施肥啊 那么对于那整个的对于茶叶啊 这个整个这个产业啊 那无容置疑那是具有非常重大和这个深远的这个意义 那好时间关系呢 那么这方面的呃实实践的这个应用啊 我们明天再来跟大家呢 一起一起来这个分享啊 啊 啊 呃 那么那么最后呢 呃 在还是因为有很多老师还是咨询啊 呃 想呃 能否学习和拿到这些个结证书啊 请大家呢 感兴趣的老师和同学们呢 这个跟咱们联盟呢 啊 去取得联系 好 明天见